嗨 大家好 今天的小助手 小助手 她是美美 美美 有點生氣 她脾氣不太好 小助手 你去旁邊 今天的 topic 是 為什麼中醫說水果不能吃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Andre 師 我是BC省註冊中醫師 秘密還在 為什麼水果不能吃 其實這 之前在講那個 講那個第二季吧 好像 就是說為什麼我已經吃得很健康了 但是還受不了的那一季 就是有講到說 生冷的東西 盡量要少吃或是不能吃 那 生冷的東西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可能就是生菜啊 生魚片啊 冷的就是 冰的飲料嘛 或是冰冰箱拿出來的東西 那其實很容易忘記到說 其實水果也是算生跟冷的東西 那一般大家比較少提到水果 大家都會認為說水果不是很健康嗎 多吃 多吃對健康有 對健康有益嘛 所以大家都 對水果上沒有太注意 特別是像 亞洲人或是 亞洲像台灣水果 水果王國嘛 所以 所以那個水果到處都是 就 很說 很習慣說 飯後啊 吃一盤水果啊 或是什麼 那 基本上北美的飲食 健康飲食觀念也是說 水果很多那種維他命啊 什麼又 這種 這叫什麼 維他命跟一些 對很有營養的東西 那 你要吃那種健康飾品 維他命C不如吃水果嘛 但是 水果又 其實大部分水果都是偏涼的 少數會是有比較溫性的水果 那以大部分來說 水果還是屬於 生冷食物 那 大家吃的時候一定 水果不會拿來煮嗎 所以吃了之後 會跟吃 吃冰啊 其實有類似的那種 那種問題存在 雖然沒有 沒有冰的 沒有冰那麼冷喔 但是長期下來 還是會造成你的胃腸的溫度 不夠高 那胃腸開始變寒了之後呢 所以大家知道說 你 第一個變寒之後 寒 寒了之後熱上冷縮嘛 就是你的血管會被縮比較小 所以你血液流通的速度啊 就不是那麼順暢不是那麼快 然後 還有就是再來說你 一個 你身體的器官 當它溫度降低的時候 它的新陳代謝啊 它的功能全部都會減緩下來喔 所以有些人 吃水果 反而 更 不容易大便 就是它會有一種便秘傾 那 那 我知道有一些病人就是說 叫它 借吃水果一陣子之後 它可能本來三四天才能 上一次大號的 到後來都變成可以每天上大號 那主要原因就是說水果 水果這個生冷的東西 造成你的消化道功能降低 然後溫度降低 那降低之後你腸子的蠕動速度 就比一般正常人來的慢嗎 慢的時候 第一你的 你的消化就不會是那麼好 第二就是你上大號就會不會那麼順暢 因為腸子蠕動假如說變慢了 可能 你一天要蠕動 舉例來講啊 我不是隨便講個數字 一千 一千下 那它變成五百下的時候 那你就可能 兩天或是更久才能上一次大號 所以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現象 那還有另外一個現象就是水果其實很容易造成 身體裡面的痰音 所以講痰癮就是有點 其實有些人 你可以把它當作痰一樣 就是很濃稠的液體 那有些人吃完水果之後 他發現說 他必須要一直清喉嚨 覺得喉嚨好像黏黏的會這樣 需要一直清喉嚨這樣子 其實那就是已經 身體的痰是已經開始產生了 那之前有其他醫生的一個案例就是說 有個中年男性 然後他常常就是談很多很多 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知道後來 知道一個程度之後就好不了了 那仔細問下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每天都要吃很多水果 那因為他很喜歡吃水果 那醫生就說你能不能停 把水果停下來 停個一兩個禮拜看看啊這樣子 那他停吃水果之後 痰就不見了 那他痰就沒有再回來 可是最後呢 因為這個先生太愛吃水果 他說他寧願有痰也不要不能吃水果 所以就變成他繼續吃他的水果 那他痰的問題還在 那 當然有一些人吃水果是沒有問題的 假如說你身體那種偏 比較偏溫偏熱的人 你吃水果 他這個痰可能對身體不是會有太嚴重的影響 那 這種人假如說他的便秘的話會屬於熱性的 那水果剛好屬於良性 他可以把它等於是有點中和 所以他的排便吃的水果或是蔬菜之後 會比較正常 那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 其實就是要看你的體質 你的體質假如說是偏寒的 你要自己注意說 你是不是比你周遭的人都容易怕冷 必須要穿比較多的衣服 例如說在同樣的溫度下 你會覺得比較冷 你可能需要穿外套 但是其他人都不會 或者是說在同一間辦公室 你就覺得這個空調怎麼那麼冷 但是其他人都沒有這種問題 所以你就是屬於寒涼體質的人 那還有就是手腳容易冰冷 就是一年四季可能你手腳都是涼的 這種人大部分也都是屬於比較寒性的體質 那彈癮的問題就要你注意看看 就是你會不會需要常常清喉嚨 例如說就是沒事就會這樣 這樣子需要一直覺得喉嚨有黏黏的這種 這種液體其實那就已經是談了 那假如說你發現其實吃水果之後 你會這個問題會更嚴重的話 表示說你真的不適合吃水果 所以講來講去大家還是要 很最重要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身體吧 然後要多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況 是怎麼樣的變化 因為每天都有一些細微的變化 那觀察起來 其實我跟你們講這些要觀察的東西也是 中醫師會最容易判斷的一些資料 就是中醫師問你一些 你覺得好像無關緊要的東西 像胃孔好不好啊 會不會口渴啊 然後多久大便一次大便怎麼樣小便怎麼樣 聽起來都很無關緊要 但是事實上這就是治療你身體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這些東西 假如說你的醫師給你的下的處方 或是幫你針灸的方向 如果對的話 你的這些生活上的一些小東西 像胃口啊 喝水的量啊 然後大小便啊 睡眠啊 精神體力 都會慢慢進步 那當這些 這些事情都 這些我們東西叫食問 這些食問都 慢慢有進步之後 你主要的問題 例如說你可能是 甲狀腺的問題啊 或者是你有濕疹啊 或是你講嚴重一點 甚至癌症啊 這些中醫對我們來說 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 都是差不多的 我只要能把你的食問變好了 你主要的病症就會慢慢變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 有些人會認為說 中醫可以自白病啊 什麼病都可以抑啊 那就是因為這治療的根本 本質上跟西醫不一樣 西醫就是 看你是什麼病 我再來治那個病 那中醫是比較在乎你這個個人的 健康問題 就是說 你個人的身體狀況 是不是有慢慢變好 你身體狀況變好之後 有一些病甚至你自己的身體 就可以慢慢回復你的免疫系統啊 就比較好 或是就可以去 來對抗這些病毒啊 病菌啊 甚至癌症這種東西 來回答一下問題 我的assistant 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有出現 但是現在不見了 等一下看recording的時候 會 他有出來露臉 水果有分寒熱之分 對水果 其實 有一個 其實大家上網去查都查得到說 這個水果到底屬於 寒的啊 那屬於涼的溫的熱的 或是中間的都查得到 那主要 個基本的 如果你懶得查的話 基本上夏天的水果 會屬於 涼性的 寒涼性的 那冬天 冬天生長的水果 會屬於比較 溫熱的 但是 現在因為很多東西都可以培養 可以靠人工啊 靠技術去把它培養出來 所以 這個有點不準啊 我的assistant來了 我的assistant 在這裡 她是妹妹 她是今天的assistant 嗨 大家好 妹妹是一隻十歲的女生 她非常愛漂亮 所以 阿嬤做了這個給她 好啦 Sistant 你可以滾了 所以 水果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 其實這個寒涼的東西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啦 那大家其實就是注意一下 什麼東西 可以吃什麼東西不能吃 就是要 觀察你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然後 再來判斷說 這個東西到底適不適合你 像是茶啊 水果啊 咖啡啊 甚至 中醫師給你吃的藥 就是說 假如說 你吃了這個藥 然後 你發現已經吃了 兩三個禮拜 但是你的 怎麼覺得精神體力越來越不好啊 大小便不順暢啊 沒有越來越好啊 其實這表示說 你治療的方向可能 有點問題 那必須要跟你的中醫師討論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很容易的指標 就是說你 吃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手腳的溫度有 比如說你平常手腳平冷的 手腳有慢慢回溫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是對你是好的 不管是吸藥啊 或是健康食品 或者是你吃的食物 或是你喝的東西 那假如說你喝了這個東西 會發現說慢慢你越來越怕冷啊 手腳越來越冷啊 或是精神體力越來越不好啊 那就是這個東西對你 是不好的 所以其實 說難不難說簡單 就很簡單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我不想要離題太遠 所以就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我直播的內容的話 請你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認為有幫助的朋友啊 親人啊 好 assistant在北京後面 然後我在YouTube會把我的直播的東西 Upload上去 還有 我的網站 andreshihtcm.com andreshih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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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等一下會有英文直播喔